人们相处有个很重要的诀窍 就是你要找一个共同的目标 举个例子来讲 原来在办公室里 这个甲跟乙交情并不是怎么样 也不是多么的熟 可是有一天甲就看钉不顺眼 这乙看钉也不顺眼 甲暗骂两句 乙也暗骂两句 渐渐这两个人走得比较近 当然这不是什么好的例子 可是夫妻之间也可以找共同的 不是敌人是共同的爱 两口子吵架了 吵得哇凶得不得了 这时候你怎么样是缓解情绪 你可以说 今天孩子考得不错 你太太或者你先生说 是啊可不是吗 所以你这孩子还不错 那咱们就别吵架了 你看找到一个共同的爱 于是可以缓解那个冲突